美国10号提高两千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 而中国方面也宣布了报复措施 将从六月一号开始 对已经加征关税的六百亿美元美国商品 分别加征关税到最高百分之二十五 央视十三号晚间查播最新消息 就是因为针对美国的惩罚性关税 中国出招反击了 为捍卫多边贸易体制 捍卫自身合法权益 中方不得不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 调整加征关税措施 十三号晚间八点多 由中国财政部发布公告表示 从六月一号开始 对总价值约六百亿美元 从美国进口到中国的商品 加征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十不等的关税 对部分商品百分之五的关税 也将继续维持 中国大动作采取报复措施 主要是为了回应中美谈判破局后 美国从十号开始 针对两千亿美元中国苏美产品 关税从百分之十调高到百分之二十五 并眼里对其余中国产品 也将调高关税 总金额高达三千两百五十亿美元 对于中美贸易战再度升温 美国总统川普十三号 在白宫接见匈牙利总理时回应 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六月底日本举行的G20 峰会上讨论 至于中国这次反制 总计影响五千一百四十个 自美国进口的税务商品 包括酒类冷冻蔬菜 果汁 橙衣鞋类冷冻玉米 番茄酱 花生酱等等 美中贸易战加剧 造成市场震荡 导致道琼工业指数 盘中一度狂蟹超过700点 收盘重挫617点 记者邱伟出乌七昌 综合报道